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到協恩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也有很多文字比較長 有A拍B拍兩拍 而且你會發現一顆星在這裡 即是說可能是一條比較深的題目 又或者可能是一條比較麻煩的題目 簡單點說 你看題目也麻煩 你看到字眼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其實他就說已知 第一句已經來了 很重要 我們拿著黃色highlight 先看中文 中文看中文 英文看英文 自己收拾 風劍遊人 我們這個台 行嗎 以至 電視屏幕上的亮度 I 隨著燈泡功率 P 正面 隨著螢幕與燈泡距離 D 平方反扁 可以嗎? 英文的同學應該是這句 我還給你 別浪費時間 所以只看這句也有時間看 挺長的 簡單點說 你等一下如果不懂 將黃色這段文字轉為數色 你這條不需要玩 祝你好運也好走 可以嗎? 行嗎? 所以首相其中一定是先轉為數色 將黃色的文字 繼續看下去 他就說 當燈泡功率為70w 功率是甚麼? 就是P 我給你資料看見嗎? 另外還有就是螢幕與燈泡的距離為5m 即是甚麼? 螢幕與燈泡的距離 就是D 就是D D是5m 他就說螢幕上的亮度 螢幕上的亮度就是這裏 看到嗎? I 就是50LUX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裏給我們一組資料 而是上 我們先看A part 先搞一個A part 他就叫你Express I in terms of P and D 即是以P及D 就表示I 事不宜遲 拿點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好先進 我按個按鈕 整條題目都出來了 對著來做 不用其他人節省時間 非常方便 好 再來的 A part 如果你給我 首先我會先抄黃色的說話 不過我不喜歡抄文字 這麼長這麼大 兩三行字 不用了 浪費時間 所以我就會這樣寫 合法偷懶 用符號就可以了 由於 他就說I 即是螢幕上的亮度I 隨著Veres 就是Veres Directly as the power of the name 所以在這裏 先插一下 我會用蛇仔符號 這個就解Veres 就是P 接著 AndVeres Inversely 因為他玩Jone Variation 所以就是Over 那Over 那Over是甚麼 因為Inversely 因為Inversely 反反變 As the square of the distant D of a screen from the name 那即是甚麼意思 就是D的Square 在下面 如果他這樣說 我覺得 對不對 這句話 這句話 就是成功用符號 將黃色文字整個寫出來 是不是簡短很多 我喜歡這樣寫 所以 其實在這裏 我就會轉蛇仔符號 做數式 轉回去做數式 才可以計算 上課也說過 蛇仔 就轉 等於 在數式上面 然後補回K 在這裏 K當然是乘上去 所以乘上P 那裏 就是K P 再Over 下面 當然就是第二次 好 人家一定會問你 K是甚麼 從頭到尾 沒有人說過 這條題目 你提醒給別人 就是Where 那個K 用文字上去演繹 就是K is a constant 中文同學 就是 而K唯一常數 我又不寫這樣 原因就是浪費時間 茶餐廳文化 香港人精神 茶餐廳文化 快靚靚 所以K 不等於零 合法偷懶 我喜歡這樣寫 在這裏 他給了一組資料 就是 When 燈泡功率為70 70.w 那就是P 就是70 好 另外 還有 D 就是那個距離 燈泡和螢幕的距離 是5米 所以D就是5 剛才也說過 那再提 這個位置 就是 I 就是 50個 LUX 就是這個50 單位不用管它 對不對 中文同學 就是當P 是70 以及D D 是5 的時候 I 其實就是50 可以嗎? 陳歸 陳肚 歸 套 P 是70 所以 把D 把D 是5 把D 這個位置 另外 I 是50 就是50 在這個位置 所以簡單說 就是50 就會等於 K 再乘以P P 當然就是70 回落去 再over 下面 就會是D D就是5 當然就是整個東西的二次 所以事實上 這裡 5的二次就是25 25成過去 隨便成 就是50x25 就是175 1250 sorry 等於 旁邊就是K乘70 留在這裡 所以是70K 你把乘70 掉過去 變成70 所以你都不難發現 自己約選它 最後答案 K 理論上就是 做得好一點 就是把零約走 上面就是125 再over 0 所以就是 7 OK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I 是什麼 根據 上面這裡 我們就是 把K 等於125 7 按下這個K 即是整理好 所以你可以寫成 125 2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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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over 就是 7 D 的 二次 OK 為甚麼可以這樣寫 因為你可以當 K 拔出來 在外面 所以K 在這裏 就是12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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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K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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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把12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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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燈泡的距離同時倍增 他就叫你求求螢幕上的亮度改變 究竟是多少 老實說,不如算吧 好像看起來也不夠位 我就拿張新的答案字 在後面 他說現在燈泡的功率 燈泡的功率在形容什麼呢?就是p 就是bπ在這裡做 我先找一支綠色筆 即是p會倍增 他在文字上告訴我們什麼是倍增 我會做個算草 其實在這裡,倍增的意思就是差兩倍 所以p就會轉為2p 然後他說什麼和什麼同時倍增 螢幕和燈泡的距離都同時倍增 所以原裝的距離我當作是d 他搖身一邊 如果倍增之後 他新的d會是什麼呢?就是d 我這樣想的合理 所以他現在在問你 究竟螢幕上的亮度改變是多少 所以i 即是在問你的i 如果原裝是i的時候 他搖身一邊轉的時候 那個iLiu 到底會怎樣? 或者我用一支紅筆 我轉它做iLiu 到底會怎樣? 其實他只是想問你這件事 對不對? 可以嗎? 你都知道我想怎樣的了 我貪美的 當然是找個highlight去游給你 先把這個 這個是我給你的算草 我當天考試 我自己真的拿一張算草紙 會這樣畫下來 那你就好想一點 那些東西 是不是? 我先游掉它 這個就是拍片優勢 如果你不想跟我燃燒十多秒 你就飛了這十多秒 可以嗎? 我都要用十多秒 游掉顏色 貪美的嘛 你看過我的片都知道了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看 你都知道 我這些算草 這類型題目 我全部都用橙色的 一致一點 給一些弱小一點的同學 那它們跟的時候 都會跟得舒服一點的 有個橙色的highlight在這裡 就是 這批東西就是我的算草 不出街的 OK? 可以嗎? 所以我們一開波 我們先做好東西 好嗎? 告訴別人聽什麼叫做I-Liu 那我先回了別人 就是 就是紅色的叫I-Liu 就是 Be the new value of I 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最想計算的就是 I-Liu 就是新的I 轉變是怎樣 是不是? 所以I-Liu 就會等於什麼呢? 根據一條公式 剛才我們也計算過了 這一條 記不記得嗎? 就是I 就等於125P 再over 7個的D2次 那麼 有一條這樣的公式在這裡 那麼 所以 其實 說真的那句 我先把他蓋過來 好嗎? 現在科技很先進的 我放回他在這裡 稍後會拆開 那麼如果 我們把原裝的P、D、I 全部加進去 這些I、P、D位 那麼如果你用原裝的 那些數值 P、D、I 你當然會加進去 這條式 但是簡單來說 如果我想計算I-Liu 那就是說這個位置 我就要加進I-Liu 對不對? 那麼如果這個位置加進I-Liu 那就是說我會將新的 所有的這一堆 P的數值 D的數值 和I的數值 新的這一堆 全部加進去這個位置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I-Liu 那我就會這樣看 就會看成為 1、2、5 今次不是再乘P的了 因為 你加一個舊的I下去 那麼 原裝的I下去 這個位置當然是放原裝的P和D 那麼今次你加一個新的I在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位置加一個新的P 那就是加這個 就是2P 那麼所以我給你足夠卡拉利 那麼就在這裡標示了 好了 就再over 下面 下面是什麼來的? 就會是 這個算草我繼續留在這裡 那麼就免得拆 那麼就 跨住它 OK? 那麼就放上來 好了 就會是 那就是 over 這個 這個 7 然後 然後 D2次 這裡 小心一點 你把新的D下去 所以就用綠色筆給你 就是2D 那麼當然這裡 就是整個東西的2次 那麼 撿回來了 那麼 新的I 是 是什麼來的呢? I 其實你不難發現 這裡呢 上面就是 100 或者這樣看吧 我們拿來整理它 就看看我怎樣整理 1.25 就是乘P 那麼下面還有就是 7D 二次 那麼不如我這樣看吧 我把D 2D這裡呢 外面有個二次 我把那個二次進去 那麼就是簡單一點說 那麼 2.2就如4 第一個箭嘴放進去 有個4在這裡 那麼所以就是簡單一點說 就是 其實現在 我捉好一點點 上面有個2 下面有個2的二次 就是約走了個2 那麼 那麼只剩下2 那麼所以可以抽了1.25 over2出來的 sorry 不抽 應該抽個2.1出來 對啦 那麼理論上我們應該是抽個2.1出來 好了 剩下的東西就是這個 就是125P 就 over 7D 很噁心 over 7D二次 其實 先檢查一下 那麼這個2和下面有2的二次 約走了一個 剩下的2分1 就是在這裡啦 抽了出來啦 其餘125P上面 125P在這裡啦 7啦 在這裡啦 那麼 D二次就 D二次啦 齊齊了 OK OK 沒有錯了 那麼 而事實上 你看清楚一點 這塊東西也挺面善的 這塊的灰色物體 看到嗎 這個灰色物體是什麼來的 看看 這個就是125P over 7D 而似在哪裡見過 就是在這裡見過 就是前面A部分的時候 就是算了這塊東西出來的 其實它就是I來的 看到嗎 所以其實我們就把它轉為I 就是1 over 2 整塊I出來 所以可想言之 你會發現 其實呢 就是新的I和舊的I做比較 你想知道這件事嘛 究竟它改變的change是什麼 是不是 那麼其實 你就看到了 新的I 是等同於將舊的I前面 就是乘0.5 那就是小了 少了多少 少了一半 即是你例如有100元 是不是 100元前面乘2分1 是不是真的變回50元 那就是減半 是不是 所以回人家了 這次 我就會這樣回 那個的 螢幕的亮度 中文我講啦 寫就寫英文啦 OK 那個螢幕的亮度 off the screen 英文叫做 就會怎樣 就會減半 中文的同學 就會減半 OK 英文的同學 就會寫給他聽 就是 half了 就是減半了 OK 行不行 那就 搞定 終於 好了 就check check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行不行 好了 這個就是A part的詳細答案 至於這個 B part的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多謝大家沒收睇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